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明光宗朱长洛 在吃了李可卓敬献的两颗红丸之后 在万历48年9月初一凌晨的时候 驾崩了 这位皇上享年39岁 享未一个月 当了一个月的皇上就死了 这皇帝死了十分的正常 皇帝吃药也很正常 但是吃药之后就死了 这就不正常了 明宗三大案之红丸案 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样 也没有人知道在皇上死亡的背后 他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这个时候向前千宫赶过去的人 包括内阁的大臣 各部的长官 共计有13个人 他们在事先全都睡在内阁 本来是想着要让皇上身体好点以后 接见他们的 结果没想到传来的却是皇上驾崩的消息 大家是着急忙慌的往前前攻赶 在他们的心里头 也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 为什么呢 因为这皇帝死了 官位 利益 权力 一切的一切都将随之改变 不过呀 在这些个人里头 有一个人 没有想这些烂七八糟的 他是谁呢 就是那位杨连 杨先生 杨连十分的悲痛 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 也就是皇上 已经死了 而且还死得不明不白 此时此刻 杨连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查出案件的真相 找出幕后的黑手 揭露恶毒的阴谋 让正义得以实现 让死去的人得以明目 这就是杨连的决心 但是这个时候啊 杨连即将面对的 却是一个更为复杂 更为棘手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大家伙全都住在内阁了 同时听到的消息 毕竟呢 年纪不同 体力呢 也不一样 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 方聪哲方老先生 那都七十多岁了 刘一景 韩旷 这两位大人 年纪也不小 反应慢点 到的晚点 十分正常 所以首先到达前清宫的 只有六部的部长 督察院的左都御史 当然还有那位杨连 这几位啊 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 那么心想 既然人死了 也就不用着急了 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 所以他们决定 等着方守府 等他们来了以后再进去 进不了宫 这眼泪储备还不能用 而且呢 打青澡的 天都没亮呢 反正是等人呢 闲着也就闲着 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意 那么继承皇位的自然是皇长子朱尤孝了 但是问题是 他的父亲死了 母亲也去世了 而且呢 年纪这么小 这宫里头没有个人照顾他 可怎么办呢 于是 这礼部尚书孙如游 礼部尚书周家墨 左都御使张问达就提出来了 说要把朱尤孝交给李选氏 让他来照顾 这个观点呢 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事实上反对的人只有一个 然后呢 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 说万万不可 其实啊 就官职和自立来说 杨廉是没有发言的资格的 因为他此时此刻 也不过还是个小小的欺贫几十钟 说难听点啊 他压根就不该待在这 皇上虽然器重他 虽然喜欢他 可是也没给他升官啊 然而在场的所有人 对于他的这一声万万不可 却都保持了沉默 静静的等待着他的发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 必须每次都让他来 换句话说 皇上已经摆明了 要让杨廉当顾命大臣 既然是顾命大臣 那他说话可就有分量了 这个时候杨廉十分激动 他告诉在场所有的人 朱尤孝非常的幼稚 一个小孩嘛 如果咱们把他交给那个女人 特别是这李选事还是个用心不良的女人 一旦被人脚迫了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哎呀 这几句话 可是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众臣们的记忆 因为就在几天前 他们还亲眼目睹了 那个凶恶的李选士 那个女人的争鸣面目 于是他们就同意了杨廉的意见 但事实上呢 皇帝已经死了 未来的继承人 已经在李选士的掌握之中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大伙就只好问杨廉 杨先生 您有什么办法呀 所以这杨廉呢 就说出了他的计划 那么这个杨廉的计划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他跟各位在场的这些大人们说 诸位大人 咱们呀 入宫之后 要立刻寻找皇长子 找到皇长子之后 必须马上把他带出前情宫去 不要让他在宫里头待着 让他赶紧脱离李选士的操纵 如果是这样 大事可成 在场的各位大人一听 杨先生说的有理 正在这时候 方从哲他们的几位老先生也过来了 十三位顾名大臣 终于是到齐了 于是他们在杨廉的带领下 走向了前清宫 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即将开始 要说你死我活啊 还真是斗得挺厉害的 这战斗啊 从大门口就开始了 怎么回事呢 当十三位顾名大臣 刚走到宫门口的时候 就被拦住了 谁拦他们呀 拦住他们的是几个太监 毫无疑问啊 这是李选士安排的 那么皇帝去世的时候 他就在宫内 作为一位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 他的直觉告诉他 即将到来的这些个顾名大臣 将会彻底的毁灭他的野心 于是呢 他决定防患于魏然 不让他们进攻 应该说呀 李选士这个策略 还是比较成功的 太监 把住大门 好说歹说 就是不让进 一帮老头家书呆子 也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头出圣权的深刻道理 只能是在这干瞪眼 不过呀 幸好 这十三个人里头 还有一个敢玩命的 谁呀 就是那位杨莲啊 他是冲着这些太监 大吼一声 好你们 想干什么呀 皇上已经驾崩了 我们全都是顾名大臣 是奉命而来 你们是什么东西 竟敢在这阻拦我们 并且皇长子即将继位 现在情况不明 你们在这关闭宫门 到底想干什么呀 打算造反是怎么这样 对付流氓加文盲 与其靠口 还真不如靠吼 就在杨莲杨先生的怒吼之下 吃硬不吃软的这帮的太监 闪开了 顾名大臣们 终于是尽得宫内 见到了已经歇了气的皇上 那接下来呢 就是例行程序了 猛哭猛磕头啊 哭完了磕完了 大家会儿开始办正事 这大学士刘一景 赶紧就在那问了 黄长子人在哪里呀 黄长子呢 没人理他 黄长子在何处 快点把黄长子交出来 还是没人理他 因为这个李选士 已经清醒的意识到 他自己手里头最重要的这个旗子 就是黄长子 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 他的一切愿望和野心 都将得到满足 这一招啊 确实很绝 绝到连杨连都没办法 你想这功力这么大 你怎么找去 上哪找啊 一般五六十岁的老头 哪有力气跟人家玩捉迷藏啊 杨连这个时候是焦急万分 毕竟这不是自己家里 找不着可以打个地铺啊 就睡在这 明天接着找 如果今天没戏 明天李选士一到圣旨下来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你还找人 上哪找去啊 所以他清醒的意识到 黄长子必须找到 而且是现在就得找 马上就得找 一定得找到 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候啊 有一个太监走了过来 在大学室刘依景的耳朵边上 逼声的说出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这太监跟那个刘依景悄悄的说 暖阁 这意思很明显 是告诉他 黄太子 皇位继承人 现在就在暖阁里呢 那位说了 这太监是谁啊 出来给通风报信 我告诉你啊 这个太监的名字 叫做王安 听到这儿啊 可能有朋友问了 这王安是谁啊 在这儿啊 我再给您说一说 这位王安 是河北熊县人 四十多年前 他进入了皇宫 那个时候呢 他的上司叫做冯宝 在二十六年前 这位王安 得到了新的认定 到了一个 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 陪着一个 谁也不愿意陪的人 这人呢 就是没人待见 连名分都没有的 皇长子 朱长洛 这王安 是个好人啊 至少呢 他是个识货的人 当朱长洛 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 他坚定 并且始终 站在了原地 始终是和朱长洛 站在一起的 无论是征国本 还是停机案 他都是竭尽全力 来帮助朱长洛 这就证明了 他的忠诚 那么朱长洛 继位当了皇上 成为了明光宗之后 这王安呢 就也跟着一块 得到了封赏 他呢 成了司礼间的 丙比太监 掌控宫中的大权 要说呢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他忠心耿耿的 伺候朱长洛 那么长时间 朱长洛当了皇上 肯定是要让他们 还能够得到一些报答 这个王安 除了尽心尽力的 伺候皇上之外 他也有自己的喜好 也有自己的朋友 这位仁兄最喜欢的人 就是东邻党 因为一直以来 东邻党 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 想当初朱长洛 还是太子的时候 那么东邻党 也是支持他的 而这王安最不喜欢 最不待见的人 就是那李选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人 经常欺负后宫的 一位王才人 这王才人又是谁呢 他恰好就是皇长子 朱尤孝的生生母亲 您想想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 那这个时候 王安要是不给这李选士 下点猛药 那更待何时啊 所以听了王安的提示之后 刘宇景是勃然大怒 大吼了一声 谁敢藏你骗子 可是吼完了 他也没什么辙 因为这毕竟是宫里头啊 人家躲在里头 你总不能破门而入的 去抢人吧 这帮的人可都是大臣 谁敢在皇宫里发野呀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呀 是让李选士心甘情愿的 把人给交出来 然后呢 送到门口 向他们挥手致意 那位说了 疯了吧 人家李选士 本来就没打算往外交 这似乎是绝无可能的 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 随后他就进入了暖阁 那么他到暖阁里干什么去了 和这李选士啊谈判去了 面对李选士 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太监的素质 他虽然没有抢人的体力 可是他有骗人的质力呀 这王安见到李选士以后就跟他说 哎呀 娘娘啊 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啊 您看皇上刚刚去世了 这人还在那躺着呢 这必须得让皇长子出面呀 要安排先皇的丧事 无论如何 得让先皇发了丧啊 安抚大家的情绪嘛 哎 我跟你说这会儿啊 您得让皇长子出去 要不然呢 大家伙闹起事了 您说这怎么办呢 等那个给皇上发丧的这事一完 马上就让皇长子们 再回到您的身边来 李选士说 安他能回来吗 能回来 保证我到时候把人给您带回来 不就完了吗 其实啊 王安这皇扯的并不是很圆 可是呢 糊弄这李选士 那是足够了 他立刻就叫出了朱尤孝 皇儿啊 你就跟着王公公去吧 然而就在他把人交给王安的那一瞬间 他却突然啊 明悲过味儿来了 他随即是拉住了朱尤孝的衣服 死死的拉着 不敢松手 王安这一看 哎呦 怎么着 拽着不让走啊 哪哪行啊 动粗的时候照了 他决定欺负欺负 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 因为这个太监 虽然说不男不女吧 可是论力气 比李小姐 还是要大一些的 这李选士啊 拽不过他 王安是一把拉过朱尤孝 抱起来就走 冲出了暖阁 当门外的顾名大臣们 看见皇长子的那一刻 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 于是在先皇的尸体旁边 新任的皇帝 接受了顾名大臣们的其声问候 万岁万岁万万岁 得万岁喊完了 接着就该跑了 那位说跑什么呀 好不跑 这是在人家地盘上 宫里头那是李选士的天下 抢了人家的人 能要是带不跑 那不成傻子了吗 所以呢 这些顾名大臣们 准备带着皇长子跑出去 具体的逃跑方法是 王安在前头开路 刘于景拉住朱尤孝的左手 英国公张维贤 拉住朱尤孝的右手 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子 走在中间 杨连呢 断后 就这样 朱尤孝被这群活向绑匪的朝廷大臣们 给带了出去 其实这帮大臣也跟绑匪啊 没什么区别了 那么事情正如所料 当他们刚刚走出前进宫的时候 背后就传来了李选士 尖利的叫喊声 哥儿 你给我回来 这哥儿啊 指的就是皇长子朱尤孝 他在后头是连喊带嚎 那么李小姐这嗓子呀 喊得太突然了 虽然没要了人命 却把这些个顾名大臣们吓了一跳 他们本来在前清宫外准备了轿子 正在等着教夫来把皇子抬走 听到后边这李选士这么一喊 大伙啊 脚一坐 不能再等了 那不等怎么办呢 不等就只能自己抬了 情急之下 几位高级干部是一拥而上 去抬轿子 那么他们究竟能不能够抬着皇长子 顺利的逃出皇宫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